我不拍戲了 我就跟你諷刺 去台灣的諷刺 日記的臉皮 真的有故事 其實我根本不知道 我去美國要幹嘛 很傻 很天真 真的 好傻 好天真 結果後來 後來發現他劈腿這樣 因為我已經不一樣 妳也有劈腿鬼 以前妳發現他劈腿 妳就會哭 為什麼妳要這樣對我 然後他就覺得 喔 妳好煩喔 哭 哭屁啊 每次都原諒 連旁邊的人 連他最好的朋友 沒有人看得下去了 他們都忍不出來告訴我 我都還覺得沒有關係啊 不會啊 其實他愛的人是我 到最後你醒的那一天 接到一通電話他說 我現在在高速公路上 我可以開得很快 我說 嗯 好 那你去洗吧 我在結婚之前 我是超級理智呢 你應該是讓人家 失去理智的那個吧 對 是不是 歡迎他為我瘋狂 然後結婚 以後 我結婚之後 就變得很戀愛腦 我是那種 就是希望二十四小時 都可以黏在一起的 而且我的黏 黏到 其實我自己不自覺 是智希跟我講 他說 我真的覺得你有點黏 我說怎麼了 你平常這樣接送我 什麼什麼就算了 你知道我連睡覺的時候 我睡覺的時候 會這樣子抱著他嗎 我的手都習慣這樣子 一直到結婚竟然都這樣喔 對 我們在一起六年 然後 我都是要 你們家沒有枕頭嗎 有 其實不是他要睡我的手 是我喜歡抱東西 所以我一定要守在他的 脖子後面 然後我的腳一定是這樣 跨著他 很難睡耶我 這樣很熱耶 對啊 跨著他就算了 然後我那個腳趾 我的大拇指跟我的那個 腳二母哥那個位置 我還要 夾住他哪裡 我還要夾住他的這個腳跟 這樣 你夾住 你夾住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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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候 我不懂科技業 然後我就為了他 我去 我就去那邊應徵 然後我就想說 在那個地方 多了解這個產業 然後 因為後來他的公司在美國 所以就想說 他可能要去美國工作了 整個都要搬過去 我說好啊 那其實我根本不知道 我去美國要幹嘛 我就覺得 那沒關係我可以 我的 我不拍戲了 我就跟你去 放棄台灣的工作 就去那邊陪他 真的有 我那時候真的是這樣想 那是因為他在美國吧 他如果是在澎湖 你會去嗎 我也去啊 對啊 你怎麼這樣人 你又不是看中他的錢 他在哪 我就在哪 那時候我的心裡面 就是這樣想 好浪漫喔 我可以好好的照顧這個家 就是你工作回來很累的時候 我是把家裡照顧得很好 最堅強的後退 很傻很天真耶 真的 好傻好天真 結果後來 對 吸渣 真的 對 就是後來發現 他劈腿這樣子 你都盯到美國去 他還可以 對啊他哪有時間劈腿 那時候還沒有去美國 就還好在美國前 我就發現了 幸好你也還沒推出演藝圈 對對對 還好 OK 我們來理智呢 魔節 魔節 對啊 魔節 這樣我算有嗎 我跟你講 魔節超無聊的 超級無聊的 超級無聊的 什麼意思 這無聊 魔節是慢熱 對 你是不是把人慢熱的 你看資料很經歷 我燙起來 對 你等著笑的時候 我是練習 我們起來很快 真的 沒有很經典 你把人罵 我得罪一堆女人 你會死魔節 真的 真的 魔節是慢熱 對啊 對不起 對不起 老師請繼續 魔節不是我總結嗎 魔節不是無聊 它是慢熱 對 魔節不是不熱 前女人就緊後面很開 對 好可怕 不要像我們慢熱 是你不懂得怎麼把我們弄熱 對 你又不知道怪怪在哪裡 對 我曾經有一任男友是音樂人 所以就是 是圈內人的 不是不是 他不是圈內人 他就是玩團 很INDY的這種 那所以那時候你就覺得 玩團男生 又是主唱 又是吉他手 那好帥喔 我覺得很帥 很多人喜歡 對啊 所以你就覺得台下的迷妹們 應該都是跟我一樣 眼睛一定都是冒泡泡 我那時候自己這麼覺得 不是冒泡泡 是蝦 是蝦 沒夢了 看沒有看 看的都是泡泡 對 那反正有一次 就是他們在一個 Live House表演 那 那會有不同團的人 那其中可能會有其他的 別的團的 也是女生 可能是他們一起工作過的 其實真的也沒怎樣 可是他們就是在這邊 可能在談論事情 我的腦中裡面就有各種 畫面 覺得 你們一定是有過 被害妄想 對 我當時有一點就覺得 你們一定是有過什麼 你看那個笑 我覺得好不舒服 好不舒服 就是我那時候就 其實人家真的沒怎樣 然後我就是太多這種 自己編故事 對 小劇場 對 所以因為這樣 然後就分手了 也是 後來真的也是有劈腿 對 西紮 其實這樣子 這樣子醫生衣鬼 很容易會變成分手的一種造物 會啦 因為本來如果沒有 每天被妳這樣子 真的也會受不累 會 因為我已經不是這樣 妳也有劈腿過 所以我只能說 很難對不對 這麼漂亮 把妳劈腿過 妳劈腿過 沒有 我跟你講 我都說 就是那個 夜還沒緩完 沒錯 妳就不會醒 感情債 我以前那個真的是被劈到 我都已經不知道是劈到多少 妳說同一個人劈我 同一個人 但是我每次都原諒她 真的 每次都原諒 連旁邊的人 連她最好的朋友 沒有人看得下去的 都會告訴妳 算了吧 妳真的不知道她怎麼 他們都忍不住來告訴我 我都還是覺得 沒有關係 不會啊 其實她愛的人是我 對 她真的就是別人要纏著她 對 我真的是到有一次 我告訴妳 當妳的夜已經還完了 有沒有 很奇妙喔 以前妳發現她劈腿 妳就會哭 為什麼妳要這樣對我 然後她就覺得 妳好煩喔 哭屁啊 到最後妳醒的那一天 妳發現她劈腿了 那妳就沒有感覺了 對 然後她在旁邊 哼妳原諒我 我下次不會了 我想想妳哭屁啊 對 然後後來呢 妳就不理她了 我就走了 走了以後呢 我就接到一通電話 她說 我現在在高速公路上 我車開得很快 妳如果不原諒我 我就撞死了我自己 她說 好 妳去洗吧 我就掛了 到現在還很好了 真的 但真的是還完妳就行 真的 因為我跟姐一樣 因為我那個 因為我都磨技 對 我交往快八年 很執著 然後她就是中間其實不斷的 太長了吧 八年欸 對啊 那一個男朋友交了八年 對 她那句話 是八年的哪一年講的 對啊 快到 滿後面的 受不了 那就真的是差不多的時候 差不多的時候 但我也是就是 不斷原諒 對不對 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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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